大家好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公事主题之夜 我是主持人蔡志平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题目呢 它的英文片名叫做The Food Race 那我们把它翻成呢 粮食竞赛 这个食物 Food本身是不会竞赛的 所以当然很明显的是吃他的人 彼此之间有很大的竞赛了 简单地讲 有些国家非常的富裕 粮食充裕到可能会觉得有点浪费了 但是却有些地区 有些国家 却一直陷于缺粮的危机和恐惧里 到底粮食竞赛是一个什么样的竞赛呢 它背后显示出一种什么样子的人类看待自然 人类看待食物的关系和互动呢 我们今天为各位请到了 台大生物资源纪农学院的院长卢虎生 卢院长来到我们现场 院长你好 士兵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台大生物资源纪农学院 那如果是以前的我们传统认知的话 就是叫农学院嘛 是 现在加上一个台大生物资源 那生物资源的意思是指永续经营吗 是的 我们这个名称刚好也反映了今天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过去都是农业 简单的农业生产了 但是近年来大家都熟悉什么气候变迁了 那在气候变迁的这种情势下 事实上我们得到一个也算是人类的教训 就是我们农业生产 事实上是跟整个的大生态 是连结在一起的 那在整个生态里面 支援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 事实上就是一个本身的生物资源 那他的多样性的大小 他这个整个生态服务能力的大小 基本上跟我们 他提供给农业生产的潜能 是息息相关的 好 所以这样的一个破题 也等于就提醒了大家 当我们谈到所谓的粮食 或粮食竞赛的时候 他就不会只是单纯一个狭隘的农业问题 对对 他背后其实牵涉到一个非常大的层面 好 这因为非常大 所以我请教你 就全球范围来看的话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粮食欠缺 粮食安全这样的问题 这问题是真议题还是假议题呢 就全球来讲 它是个确实是一个议题 那主要我们看一下 整个人类这个人口的增加 那大家其实比较保守的估计 二零五零年可能从现在的七十亿到九十亿 其实过去有一个最比较最宽的估计是一百亿 大概在十年十五年前 我们讲的是 how to feed the ten billion 如何养活一百亿 那这几年我们重新来统计一下 大概是到九十亿 那九十亿的人口 可是我们的土地可耕种提供粮食增加的土地 是不可能再增加了 甚至包括最近东南亚 中国大陆这些新兴国家工业的发展 他不但不会增加 可能还会再受限缩小 所以有限的土地一直增加的人口 我们这也是可能这个主题 food race 的一个内涵之一 怎么样提供这个粮食的生产 跟人口的增加 能够追得上 这也是一个是确实是一个大的议题 可是院长你这样讲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 我们如果在读一些过去的经济学也好 或者一些讨论人口的问题 当时有一个人叫马尔萨斯 对不对 是 是 在那个时候他就认为 在很早以前 他就认为说人口的增长 跟这个粮食土地的 这个可根面积的增长之间 其实是一个不对称 是 是 可是后来人类发现到 科技可以帮忙 是 所以那个隐忧好像也就过去了 那怎么会在这么多年之后 又突然间这问题又再度出现了 那这个问题再度出现的时候 他有什么新的一种背景 或新的一种时代的讯息吗 的确国去我们如果看 那个人口增加的这一个趋势 和近年来我们工业革命以后 我们投入了科技 包括肥料 育种 杀草剂 这一类的投入 带动的粮食生产 几乎是平行的 而且是可以match到的 所以能够提供养活到现在 还有七十几亿 七十多亿的人口 但是我们展望的是未来 未来目前的这样的科技能不能支持 人口持续的增加 那这也是一个大的问题 那我刚为什么说到气候变迁 那气候变迁为这两个的关系 投入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变数 那我们去检讨气候变迁的时候 我们就回头去看 我们的这些科技 有没有影响到将来持续提供粮食 生产的这个永续性 那结果我们就会发现了一些问题 包括过度的使用农药和肥料 事实上它是影响到我们的 整个环境的永续性 就氮肥来讲 他的氮肥的排放 如果进入地下水系统 会影响我们的饮用水的安全 如果是排放到大气 它是温室气体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那这个温室气体又造成气候变迁 那我越多的氮肥 气候变迁可能的这个挑战越大 那气候变迁的挑战越大 我粮食的生产就会有问题 所以它变成一个循环性的 这一个这个因子 会阻碍到我们粮食生产的永续性 所以气候变迁给我们带来一个 检讨的机会 也让我们去检视一下 过去这些所谓的好的科技 它在未来 还能不能持续提供我们粮食生产的潜力 所以话来讲说 你等于就提醒我们了 这一次这个命题的再度的出现 它的背景 它的一个新的一个因素 要大家要关切 就是所谓的气候变迁 而这气候变迁又跟我们过去 很乐观地相信科技 农业科技的进步 所能带来的增加粮食生产的 这个乐观的预期 所造成的结果 又又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 一个负面的影响 是 好 我们待会就要看这个纪录片 您会怎么样建议我们的观众 大概要从什么角度来看 会有助于他理解这个纪录片里面 所谈的各种的问题 当然我每次都会跟观众朋友 还有我们的这个现场来宾说 其实纪录片只是一种观点 他不一定代表了 就是看这个问题的唯一的观点 或绝对正确的观点 所以我待会也会请教你 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的有所不足的地方 可能在哪里 但你会怎么建议我们的观众 待会怎么看这个纪录片 我第一个建议就是说 这个纪录片 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以全球的观点 来看整个人类跟粮食之间的 这个平衡的关系 那我在看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还可能看完之后 要慢慢带回到我们 台湾自己的问题 那我们台湾自己的粮食生产 跟环境 跟我们的人口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均衡的关系 这两个不一定是相同的 那这一点 我是希望观众能够思考到这一点 第二个在纪录片里面 提到很多的科技上的这一个正面的 还有负面的 还有一些新兴的想法 比如说有机农业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我建议观众 因为科技是持续发展的 那大家能够用一个开放式的 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这个科技的发展 那这样的话 我们比较有一个对未来 会有一个乐观的展望 好 我们现在就请大家来看 这支纪录片 不要忘了 不管我们现在 是什么样的年纪 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再下一代 能够安安乐乐的 在这个土地上生存的话 粮食的供给 粮食的无鱼 很明显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现在就请大家来看 这支纪录片 粮食竞赛 The idea that we have to double food production by 2050 to feed the 9 billion people it's the most worrying thing of all Feeding the growing population without further destroying the environment is one of the greatest challenges of our time 全球各地的农民 都想尽办法 要增加食物产量 常带来破坏性的结果 We have more pests now than we had 10 years ago Agriculture is by far the biggest impact that humans have on the environment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move towards less toxic chemicals less toxic inputs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scientists are working towards 科学真能解决 即将来临的食物危机吗 又或者是有机农民 握有喂饱饥饿地球的关键 We have a world of nutrition system was so unfairly is we have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or else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die 这里土地肥沃又湿热 是最适合从事农业的环境 光是坦尚尼亚东北部 就能提供这儿 220万人口足够的食物 非洲有许多像这样的区域 有潜力成为食物主要的出口地 这个黑暗大陆 有可能成为地球下一个产粮区吗 在坦尚尼亚 有八成的人口是小农 跟阿格尼斯和阿布达拉迪西夫妇一样 三年前他们开始采用新的农耕方法 不仅购买更好的种子和肥料 也在玉米和豌豆上喷撒沙虫剂 他们现在也开始用沙虫剂 他们希望这些投资会带来更好的收成 收入也将让他们变得更独立 为了实现这个梦 他们去学在农地里 盛尚沙虫剂的方法 阿布达拉说这是要 因为那就像是这好职务的先单 非洲律四革命联盟 已经在全国各地开设训练中心 把现代农法传授给阿布达拉 和阿格尼斯这样的小农 他们的愿景是结合高收成的种子 合成肥料和杀虫剂 来增加特定土地的产量 威廉姆莱乌拉推广这个倡议 发起聚会 教导当地农民认识新的豌豆品种 透过在坦上尼亚推行集约农业 非洲绿四革命联盟 让当地收成快速且增加 他们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就是引进全球多数农民 都在使用的种子种类 成为胶配种 胶配种是透过基因控制的杂胶 将腹系和母系植株的特性保留下来 这些优点包括抗病 抗汗 或是最常见的优点 让收成更好 但是交配种有一个关键的缺点 这些优点只会出现在第一代 如果农民想要在隔季重新播种 收成就会缩减到低于平均值 所以为了保持他们要的优点 农民每季都得要向种子公司 购买新种子 这种投资通常很值得 但也有人批评 珍奈玛罗经营的坦尚尼亚永续农业 协助300位农民采用有机农耕 这是对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的反制 珍奈玛罗经营是非常大 而且是我们政府的经营 但在实际上 在我实际上 这并不是一梦 这并不是一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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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并不是建立在坦尚尼亚 并不是建立在坦尚尼亚 并不是建立在坦尚尼亚的情况下 来提供家庭的食物安全 它对非洲绿色革命联盟倡议感到担忧 因为它们对有毒化学农药疏于管制 当他们谈论核酸的使用 和保持核酸的使用 如果他们要谈论核酸 核酸必须要有 颜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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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 有多少核酸必须有这种? 如果他们用核酸 最常他们用它 靠着种植新种子使用化学农药 非洲农民得以提高收成 未保增长的人口 但非洲长期的食物供给 将会如何进展呢? 50年前 印度小麦产量飙升了10倍 因为采用新农法 包括使用杀虫剂和合成肥料 但这个成功的案例 后来蒙上了阴影 现在有农民和消费者 正因粮食产量的急速增加 付出高昂的代价 今日印度北部有大范围肥沃的土地已经耗劫 问题就在于许多农民爱用新的化学农药 却不懂控制剂量的重要性 他们依然相信 用在农地上的化学农药越多 收成就会越好 但这错误的认知会带来恶果 滥用杀虫剂不再只是农民的问题 而是影响了整个旁遮谱省 这些妇女几十年来看着挚爱受怪病所苦 了 每天晚上九点左右 都有一群人聚集在巴廷达车站等待夜车 当地人称之为癌症列车 由于车上乘客罹患不同类型的癌症 这班列车因而得齐名 他们病得几乎走不动 却仍承受七小时的车程 前往邻邦拉贾斯坦的比卡内尔 只有在那儿 他们才能得到医疗照顾 阿玛辛医师照顾许多癌症病患 他很担心印度农业正导致人民生病 现在派瑞都吃着水平的危险 地域和非常脆弱的食物链 当然,我跟医生说 每个厨师来到我 我会告诉他们 你自己的土地 这是一个证据 原生的厨师是保持的 这是唯一的方法 在世界上可以救出 脆弱和食物链 位于印度新藏地带的有机农业公司 BioRay 提供了另一种做法 过去二十五年来 他们都在协助 想要有机耕种 不用化肥和杀虫剂的农民 这一区多数农民 都还在使用化学农法 他们担心有机耕作 无法提供足够的收成和收入 但长期的研究显示 就算收成一开始会减少 农民还是有充分的理由 实行有机耕作 这些小麦田 经历了典型的有机变身过程 禁用化学肥料 除草剂和杀虫剂时 收成大幅减少 但是地主 达度新秋汉 决定耐心等待 也许多了五十五千元的货币 也许多了 化学耕作成本高 但收成增加不多 很可能是有机耕作 在中央帮兴起的原因 此外 偏乡没有游说团体帮忙 缺乏权力 又得为生存奋战 有机农民起码能决定 避开使用有毒化学农药 带来的风险 我也很疲倦 我们的经历 在我们的社区 都在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社区都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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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成较少的有机农业 能应付全球不断成长的 粮食需求吗 印度似乎是高风险的测试场 全球再没有其他的地方 比这里面临更严峻的 粮食竞赛 印度有12亿人口 到了2050年 预计会成长到18亿人 光是现在 每三个孩童 就有一个 要饿着肚子睡觉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德国办公处主任 拉夫·苏道夫 发现食物供应 甚至能决定战争与和平 我们在社群中心 我们的生活中心 有些是他们很可ade 像是几年 未来的 2008年 有一次准重的 游击货 产品货 产品非常几乱 也因此决定 准备生灾 一名的穎尔市代表,因为野党,从穎尔。 在几个人们上争取消购的变化, 而到了某个消购的购物不足. 但却更加坏了工资料产股格上, 多数多亿民的购物有加密购物产股津充分比, 这些购物另外一样, 有多少%的购物产, 而强者兴市不是在废宗 Ocean没有产出, 产有没有购物产。 2011年 阿拉伯世界又掀起一场动乱 人民抗议不公 与对政府的不满 但这场动乱早在六个月就献出端倪 让人对阿拉伯之春有了新的解读 2010年末 三大小麦出口国面临严重欠收 俄国的干旱 澳洲的干旱和洪灾 加上中国的严重干旱 对全球的小麦供应带来巨大冲击 结果 造成埃及的面包价格飞涨 而在阿拉伯之春开始的图尼西亚 当地小麦欠收五成 让情况变得恶化 这意图表现,因为现在的游戏 现在的游戏团阅存在于20年 有20年代的游戏图 我们的游戏和游戏都在全国的游戏团 但那些游戏团和典戏团 和尸戏团的游戏团 但这边是在大量的游戏团 巴西会是下个发生粮食危机的国家吗 攻击性强的新害虫和杂草 正在入侵农地摧毁部分作物 这个紧急状况将冲击全球 因为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大豆都产自巴西 艾瓦多欧兰迪尼对未来感到担忧 艾瓦多曾经指种 种植有机食物 后来也欣然采用集约农业的耕作方式 2005年 他种了一种基改大豆 能抵抗孟山都公司的农达除草剂 这种基改作物宣称可以有更好的收成 需要的杀虫剂用量较少 收入因而提高 但几年下来情况不如预期 害虫和杂草慢慢产生抗药性 所以艾瓦多的有毒化学农药越用越多 这十年之内 杀虫剂和除草剂用量增加了三倍 产量却仍然下滑 艾瓦多欧兰迪尼家里 世代物农 除了大豆之外 艾瓦多也养乳牛 种植果树 但要对抗大农场 还是相当吃力 对方能够轻易耕种 比他大上一千倍的农地 食物价格的压力 逼得艾瓦多这样的农民关门大吉 艾瓦多的收入 几乎不够养活他和父母 大型的大豆农场 还算能应付宠害和低产收 他们扩大耕种面积 喷洒更多化学农药来补偿损失 结果在2014年 成为滤金的基改大豆 收成高达九千万吨 巴西是世界第一大豆出口国 造成热销的原因 使人类对于肉类的需求增加 而大豆恰巧是动物饲料中 便宜的蛋白质来源 超过三分之一运往欧洲和中国 但持续抢中大豆有个危险的副作用 从2008年开始 巴西就是全球最大的杀虫剂消费国 这是由于巴西扩大种植一种 特别的基改作物 最广泛耕种的是 孟山都公司的抗农达大豆 基改后能抵抗加林塞除草剂 科学家利用土壤菌的特性 因为它带有一种特别酵素 能自然抵挡加林塞 这个作物所需的特性 以人工方式转植到大豆植株 这种基因让成长中的作物 不怕加林塞的喷洒 当周围的杂草死光光 作物还能继续生长 但现在农民抱怨先前的作物 例如玉米 对加林塞除草剂有抗要性 在农地中像杂草一样生长 他们称之为超级杂草 安东尼奥安卓欧利 研究巴西农业面对的冲击 他唯恐极渊农业的发展 已经来到极限 他在德国念书 毕业后回到巴西 宣导对抗这个农业灾难的噪音 是有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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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为了确保粮食供应 孟山都正在研发新品种的种子 能够抵抗比加林赛更毒的物质 新的植物应该要能抵抗24D 这种物质因使用在越战时期 所喷洒的成绩中而广为人知 如果是这样的事件,在20,30,40,50年里 就会不会有变化 这些坏来会有变化 可能会有变化 我们有增加的国家和增加的坏 不再会有变化 要是对巴西动物饲料的需求不减少 这个惨况可能成为残酷的事实 伦敦东区的白露酿酒吧对生产动物饲料提供了新观点 啤酒能让我们免受进口大豆的牵制吗 答案就在这家酒吧底下一间小酿酒室里 老板是塞门麦凯博 我们提供了芦苏的辣椒来到辣椒 一旦我们做到那样的辣椒是什么我们叫做了 所以我们没有做到我们的辣椒 我们拿出什么需要的辣椒 所以我们把它放进了辣椒 然后我们有问题的辣椒 然后我们有问题的什么需要做 那么最最好的辣椒是生产食 所以我们有很多选择的同时 把废弃物转为动物饲料 这对酒吧 农场和环境来说 是三营的局面 斯蒂芬宁市农场 主要的任务就是教育民众 也例行回收废弃物再利用的概念 但环保人士特拉姆史都华 在乡间更大的农场看到了改变的可能 欧洲的货币是非常贵重的 货币是货币的货币是货币的 在同时 货币是货币的货币是货币的 货币是货币的货币 如果农业是以赚钱为最高指导原则 那么推广免费的动物饲料 似乎大有可为 2012年 特拉姆发起猪点子计划 目标是回复古代的做法 回收吃剩的食物作为牲畜的饲料 欧洲法有一部分禁止这种做法 因为口蹄疫爆发 和使用未经处理的厨余喂猪有关 但特拉姆努力奔走 希望能解禁 因为这可能带来巨大的改变 联合国估计用厨余喂养牲畜 而非用大豆或玉米 释出的资源足够多喂饱30亿人 现在我们的观点是 有什么利用的经济效果 在五十十年来期待 因为这种国际增加的 会有则是 轻易的货币 在荷币的货币 我们没有太多地 我们没有太多食物 要带来大量的预期 购物和食物呢 强硬的政策能增加粮食产量吗 印度南部正展开一场农业革命 喀拉拉邦将在2016年年底前 全面改采有机耕作 但这要如何确保喀拉拉 3500万人口的粮食供应呢 马修瓦利卡冯卡 以有机农法种植妖果和椰子一八年 产量还算令人满意 但最初它的收入很低 因为有机产品无法溢价出售 但四年前 马修加入当地一个 支持农产品公平交易的组织 但是公平交易要怎么改善收成 马修的农场刚转为有机耕作时 收成大幅下滑 但久而久之 天然的养分让土壤肥沃 收成也跟着增加 公平的卖家能协助农民度过初期艰困 迈向长期的永续农法 据汤米马修说 这些利润能让有机收成 接近传统耕作的收入水准 喀拉拉公平交易联盟 总部设在科则科德 由超过4000名有机农民 提供公平交易的农产品给全市 汤米在市中心经营有机商店 店内提供古物 咖啡 蔬菜 和各式各样的香料 全都来自印度传统的家园农场 这家园有很多草莓 因为它不是不是 这家园农场主义的 这家园农场主义的 它是你的家园农场主义的 这家园农场主义的 草莓的草莓 草莓的草莓业 这是完全新式的农法 木地在提供健康的饮食 保护环境 并给予数百万民众 长期的食物安全 在工业世界中 劳力很昂贵 农地又有限 多数农民寻求科技的解决之道 用永续农业来赢得粮食竞赛 他们密集使用土地 采用现代机具 在大片农地上 以新型杀虫剂和化学肥料 发挥耕种交配种作物的 最大效益 对他们来说 改善农业就是增加收成 同时减低对环境的冲击 这台易饮机装有红外线感应器 可以测量作物吸收的氮含料 这套系统接着计算每株植物 还需要添加的氮含料 这种优化资源的做法 是农业的新风潮 称为精准农耕 凯乌维安客 耕种170公顷的土地 生产的热量能未保约500人 由于农业工业化 德国农民的收成 60年来已是原来的四倍 但如此急剧增加的生产率 也是过去式 农民依然设法 用永续的方式改善收成 但精准农耕能带来什么改变呢 这些精准农耕的技术 不仅能算出最适当的肥料剂量 也能算出杀虫剂的用量 这种新方法可减少用于农地的化学农药 产量也有小幅成长 但还有没有其他科学方法 可以提振粮食生产 满足预计未来的需求呢 印度的喀拉拉邦 完全洋气集约农业 以公平交易和有机食物为基础 但这种传统的农耕方式 为得保整个地球吗 全球景观倡议的詹姆斯·葛博 在明尼苏达大学的办公室里 分析全球农耕现况 他的团队一直在寻找可行的方案 应应全球不断增加的粮食需求 这是个巨大的挑战 为了让土地使用更有效率 葛博评估卫星资料 这些画面协助他辨认 某些特定区域能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耕种 这些区域可能扮演关键角色 确保全球的粮食供应 一件事最有趣的感覺是 是有些地方是我们叫他们 其中一个收成落差很大的区域 就在坦上尼亚北部的乌鲁古鲁山 海拔2000公尺处 鲁古鲁人耕作超过300年 合宜的气候让鲁古鲁人中年都能种植作物 此外山区的土壤特别肥沃 但过去大雨一再摧毁农地和庄稼 所有一切被冲刷到谷底 这两年 坦上尼亚永续农业组织的乌骨康古罗 教导他们如何避免土壤侵蚀 卢鲁古鲁人也学会了不必花大钱投资 就能利用河流来建立灌溉系统 他们也不用杀虫剂或化学肥料 梯田只栽种传统的种子 山区的农民靠这样耕种 能够喂饱整座山谷超过200万人 但这种农法需要耐心 另外在古地平原 有越来越多人支持永续的有机耕作 伊利沙白卡干达曾相信化学耕作 但后来突然耗劫产量缩水 几个月前 他才转而投入有机耕作 因为我们这种小孩 我们来探索 因为我们需要帮助 但是在社会帮助 我们将会帮助 因为我们会帮助 我们的帮助 有很多帮助 我们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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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哥 我们会帮助 的 本oulos такой 别人 我们会选择 我们会认离 在时期 为了成为一位成功的有机农民 伊利沙白需要学习新技能 Ugu Kangkulo开设了一些课程 让伊利沙白和其他小农 学习如何用永续的方式增进收成 今天他们要学习自己做有机肥料 用牛粪来做 因为他们的东西都不会有机肥料 因为他们有机肥料 有机肥料就会有机肥料 我可以在这一刻 我可以在这一刻 这些坦上尼亚妇女 找到了健康且永续的农耕方法 多善待土地一点 也减少环境和自己健康的负担 她们齐心协力 迈向有机耕作 拉乌亚当柴克 任职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学生农场 因这座农场仰赖自然资源和传统农法 让我们可以了解有机耕作的限制 有机农民遇到病虫害 有时感到很无助 好比这个节瓜田 受到土壤传播病毒的强烈侵袭 植物的根部会被吃掉 如果你看到这边的棉子 我们看到健康的肌肉 如果从这里有肌肉的肌肉 然后你到这里面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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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把肌肉拿出来 然后你拿出来一块儿 这些挫折是很难的 有些种植物是抵抗的 我们试试做一种种植物 然后我们试试有些种植物 我们试试有些种植物 尽管有这些挫折 拉乌对有机栽种依然满是热情 也开放心胸接受新观念 如果我们的社会想要产出更多有机食物 将会需要科学的协助 如果你想育成种植物 它们必须是冻状态 酵状态 冰状态 这些目的技术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以农业科学专长闻名 拉乌的太太是植物遗传学家 潘米拉朗诺 二十年来他都在研究如何用基因改造 增加稻米的收成 稻米是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因此也是影响全球粮食供应的关键 这种耐红稻米是根据古代一种稻米 农民知道它能长时间泡在水下 但这个米种收成差也不好吃 科学家辨认出抗红基因将它分离出来 并利用成为精准育种的技术 把耐红基因植入另一个高收成又好吃的米种 这个新品种稻米称为Sub1 2010年国际稻米研究所的科学家 把新米种Sub1 种在孟加拉的测试农地 这个国家常有严重水患 大多数栽种的米种水焰三天就死了 新的耐红米不同 它能在水中存活17天 收成也很亮眼 奈红米是一个例子 显示基因工程能够提供更好的作物 让数百万人免于饥饿 这种研究通常由大学负责进行 因为它们不需要从发明中获利 这些研究以公共利益为优先 并符合古代植物育种的传统 我们吃的计划是数据改变的 在自然中的食物上 我们吃的东西都会经常被 经历化了十千年 每年的食物中的水平 每年都会被栽种 被栽种的栽种 十千年 好几世纪以来 人类用传统的乐种方法 就能喂饱自己 就能喂饱自己 但现在全球人口爆炸 植物育种家也需要加快脚步 找寻更好的作物 瑞士的植物生技学家威汉古森 来到了德国莱布尼茨植物遗传 和作物研究所交换意见 他担忧耕种粮食作物的多样性 正在快速减少 我们准备7000种类型种类型的种类 或种种种类型进行製作物 当然很多的这些都没有成功 今天我们有150的这些7000种类型 这些是在种类型的种类型 这些给予我们的健康 来自全球成千上万的老种子品种 以摄氏-18度的低温 存放在欧洲最大的种子银行里 这么做的用意不是为了生产粮食 而是为了储存百年品种的基因资讯 大多品种的基因资讯 依然保存在种子中 植物育种家或科学家并不清楚 由种子银行的职员负责照顾 问题是 种子放置几十年后 就会失去发芽的能力 所以每个品种都需要定期种植 观察并采收 这是一项浩大的任务 有朝一日能协助创造新作物 增加全球粮食产量 威汉古森有个愿景 要把这个有生命的图书馆 变成数位资料库 要是这些基因资讯和植物特性 可以数位化 在虚拟的基因银行就能取得呢 在最后的基因是你会有资料库 为检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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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战人 古森的虚拟基因银行 仍只处于概念阶段 因此植物育种家 继续使用着传统品种杂胶的 尝试错误法 但是以高科技代劳 为了优化杂胶育种 发芽的植物样本 送往实验室 进行基因分析 在这里 科学家想要知道 作物中是否存在 适合抗病的基因 透过这里 安洁获得小组 便能用基因 工程的工具 而不用真的 去改造植物的DNA 我们必须择检战人 然后从DNA 调查证据 我们能够 很早上 看看这种检战人 和检战人 看看 是否有检战人 或检战人 在基因工具 尚未运用在育种前 寻找新品种的过程 要花10到15年 现在只要两代 就能达成同样的结果 为了加速找到更符合需要的种子的过程 科学家 科学家正以不同的方式 运用基因科技 在欧洲 基因分析工具 用来加速传统的育种过程 孟加拉遗传学家 创造出耐红稻米 在洪水期间达到三倍的收成 然而 有许多农民 没有这些现代的育种技术 他们需要仰赖简单又便宜的技术 在固定的土地内改善收成 这些不同的方法 能在2050年 巩固全球的粮食供应 为保未来的90亿人口吗 我们需要确保人口的成长 不会超过粮食生产 为此 我们必须结合 许多不同的解决之道 我们需要继续生产 为了长期的食物 以保持自己和未来的世代 我们需要继续生产 为社会和人生的健康 为人生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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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其他重要的需要 我们需要更多的健康 为人生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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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人生的健康 为人生的健康 能不能只出养 工程的生产 能不能只出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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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的生产 能不能只出养 工程的考验 但是 很可能的 的重要性 那些的 好 各位看過了這個紀錄片之後 再回想一下 我們在過去事實上 也有好幾支的紀錄片 談到類似的問題 你會發現到 其實蠻有意思的 在富裕國家或先進國家 可能就不是所謂的 糧食的足夠與否的問題了 可能是吃得太多 你要想辦法消耗掉那個卡路里 可是在很多國家 的確在一些發展中的國家 或者是比較屬於第三世界的國家 他可能就牽扯到 是糧食嚴重的不足 那在這個強大 在這個強烈的對比之下 我們怎麼去看待 今天這個全球性的角度 來看待糧食的競賽 我相信這個角度就會不同 再有一點 就是我們過去常談到說 科技的進步或科技的樂觀 甚至到現在 我們可能還會認為說 很多的問題 我們也不要太操心 因為也許假以時日 二十年 三十年之後 科技會給一個答案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今天這個紀錄片 到底應該怎麼看待他呢 特別是我們一開始回來 我就要請教盧武生院長的 就是說 農業科技的進步 到底給我們的 是應該是一個樂觀的未來 還是一個像你剛剛講的 他既然會倒回頭來 又會影響到氣候變遷的話 那我們應該是悲觀地看待他 那再加上這個片子裡頭 似乎也點出了一個所謂有機農業 可是有機農業過去我們也看到很多的批評 就認為說他太小眾 他大概是小範圍小區域的是OK的 能夠做到一個大區域的糧食的生產嗎 那這兩個部分您會怎麼樣來先幫我們再回來正式的看完紀錄片之後來做個破題 身為一個農學生農學院的院長是科技人 那科技本身對於解決問題的能力大概都是樂觀的 那我們過去剛剛提到在人口增加的過程裡面 怎麼樣養活這一堆增加的人口 基本上目的是達到 沒錯 那我們有現在這麼多的人 那面對著未來 那我們也看到了一些過去在科技發展過程中的缺失 那但是科技的進步是快速的 那如果我們的科技發展的同時 能夠瞭解我們過去的缺點 而且掌握到影響到這一些他缺點的這些因子 我們來下功夫的話 基本上他還是樂觀的 舉例來說 過去我們之所以有這些失誤 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對生態的瞭解 並不是很透徹 那透過這一段時間 我剛剛提到像氣候變遷給我們一個審視的機會 來看一下我們對生態的瞭解是不是不足 我們希望將來的糧食生產的科技的發展 跟生態的平衡和永續是結合在一起的 那在這樣的一個概念還有甚至是一個倫理的情形下 我們能夠讓我們的科技能夠跟生態並行 然後一方面維持這個糧食的生產 一方面維持這整個生態發展的永續性 那過去難做到現在包括資訊業 資訊科技像我們大家現在最熱門的大數據的 的這個所謂這一類的科技還有生物科技 讓我們更快而且更湊測的了解生態的平衡的原理是 什麼那我們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下發展適當的科技 我舉例來說大家剛剛一直提到那個有機 有機是讓我們有機的操作的方法 讓我們再回到原來生態 他在變動的原則去促進他的這個生產 那如果那剛剛在影片也提到 對有機最大的挑戰是他的生產量 能不能趕上人類生產 沒錯 那科技是樂觀的 如果我們從生態的發展的這個生態 自己平衡的這個這個系統裡面 運用我們的科技去了解他平衡的原理 把這樣的原理應用在我們的有機的生產上面 那這樣可以促進我們有機農業的發展的精準 那在這種情形下有機的這個系統的潛能 可以發揮出來 他還是可以趕上人類對糧食的需求 好 那在這裡面就牽涉另外一個 在紀錄片裡面也出現過不少次的一個 另外一個題目叫基改 是 是 那基改跟有機這兩個概念之間 有可能可以並存嗎 基改是就他的發展歷程來講 已經是一個大概是一個一九八零 年代延續到現在的一個技術了 那那個時候我們是不了解 基因的功能 卻從外在放入了一段基因的功能 那在生物技術的進步的情形下 基改的本身也做了相當大的這個改變 那我剛剛特別提醒觀眾就是說 當我們看一個新技術的時候 可能我們要有open mind 那過去基改引起大家的擔心不放心 甚至有的覺得這是一個可能對人類是一個負面的 這樣的一個科技 但是這十年來的技術 已經把這個基改的這個在生計上面 做了更精準的這一個修正 那現在比較發展快速的叫基因的編輯技術 那基因編輯技術將來 我想最快的會運用在人類的醫療上面 那一個人類醫療上可以使用的技術 那在食物的生產上 是不是也能夠獲得大家的這一個接受呢 我覺得我們要一個open mind的方式 開放式的角度來看待這些新技術的發展 那農藥的角色呢 我們在過去紀錄片裡面 也有多所琢磨過 在過去我們好幾次在不同的紀錄片裡面 那農藥的角色應該怎麼辦 主持人問得非常好 在在對生態的影響裡面 農藥包括了病蟲草 還有肥料 過去都是用化學的方法來做處理 那現在根據我們依據我們生物技術的進步 我們開始用生物型的這種所謂生物型的農藥 生物型的肥料 生物型的這種這種製劑 來應用在我們的這個農業操作裡面 那這些生物型的所謂的生物是怎麼來的 第一個 它是寄存在原來我們的生態系統裡面的 那依照我們的生物技術的發展 我們可以很精準地去掌握到這些生物型的這些製劑 它在我們應用的時候所能產生出來的這些效果 所以這一些都是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它是一個生態持續的觀點下 我們運用了一些瞭解 然後把它運用到我們的生產體系來的 它就避免了過去那種完全以化學方操作方式的來來做生產的工具了 那可以大量地降低我們對於環境的這個衝擊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說 科技的某種樂觀的進步的這一塊也會讓農藥的使用本身會出現跟過去 就減少過去可能出現的地端 是 是 是 這個這個部分 這個是絕對的 還是可以預期的 對 對 對 好 那我們再講到 因為這個紀錄片最後給的一個大家的感覺起來 他給了兩個方向 一個是說在大面積生產的部分的話 看起來基改好像還是佔領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在一些有機農業這一塊的話 比較小的面積來生產的話 它的多樣性是比較可能 是 那我要問的就是說 在所謂的生物多樣性 這個未來的趨向上來看的話 要怎麼樣在基改 可能導致的就是生物的多樣選擇是越來越少 是 可是在有機這一塊是可以保留比較多 這兩個中間可能有一個什麼樣的調控的方式 讓它平衡嗎 我想最大量的生產來講 它是一個比較商業化的生產 那從大量生產的技術的發展的方向來看 一個很重要的目標是 它的生產過程減少對環境的衝擊 包括從農機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所謂品種的本身 過去的GM所帶來大家的這個concern 可能會讓我們用新的品種 用新技術 譬如說分子育種的方式 那分子育種的方式 是基本上用到的資源 基因的來源 事實上就是大自然的基本的 這些多樣性的這些個體所提供 像我們一直在說保種保種 是從基因庫裡面篩檢出來的 有用的基因 我們快速的導入 做大量的這個生產 所以它基本上的目的 維持生態的多樣性 這個目的是不變的 那你如果看小規模的這個有機的生產 那再遇到國家的生態的形式不同 它有不同的這個推廣的方向 當你這個有機要應用到人類需求的時候 你也是在一個保持生態多樣化的這個觀點上 來做生產 所以基本上兩個的理念是一樣的 那只是說它應用在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氣候環境 它的適應性 還有一個重要的是 不同的社會經濟的環境 譬如說在大量生產的國家 那是大農場之多 台灣東南亞 還有一些開發中國家 它基本上走的是中小型的農業的 這一個生產體系 中小型的農業生產體系 很可能比較適於這個有機系統的這個 這個栽培的生產這種體系 對於這種歐美 還有這種大面積栽培的 那它可能是走向商業化 這種大量生產的這一個體系 但是基本的理念是一樣的 在紀錄片裡面有一段 他把這個鏡頭拉到這個南美洲 全球非常大的股倉 巴西那裡去 他讓我們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巴西是黃豆的 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國 是 那他有提到說 他們因為使用農藥的關係 就是孟山都的這個農藥 所以導致最後連玉米 也變成具有抗藥性 是 所以當然這個問題 就牽涉出一個 就是說像大豆跟玉米 這兩種都是很重要的農作物 那如果出現在這種必須要二選一的情況下 他當然會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了 但他難道沒有可能並存嗎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也看到他們採用一個 因為巴西的大豆供給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們開始發現到 這些過去的廚餘 也可以或者是做酒的時候 那個酒 酒釗 都可以來做 餵這個 餵食這個豬 養豬 我突然想到說 我們以前在我們小的時候 台灣農業早期的一個方式 不是也是這樣子嗎 就是其實家裡的廚餘 大概就拿來餵豬嘛 然後它是一個很自然的循環 對不對 那只是乘起何時 好像變成所有的豬要大量生產 所以全部都吃飼料 那這個這個影片裡面的 他把問題拉回到這個部分來 有什麼意義嗎 我覺得基本上 他還是反映那個 我們對於現有的 這個系統的一個審視 譬如說大量生產 大面積生產 單一品種 對對對 沒錯 這些單一品種 導致了生態的多樣性的這個降低 然後病蟲害這個發展的這個情勢 可能會提高 那科學界我們也看到了 這樣的局勢 所以我們的解決方法 譬如說我們在品種的推出上 同一個地區推出多樣的品種 也基本上 這也是向大自然學習的 不要維持單一的品種 那對於使用的基因方面 我們也希望它是多樣化的 這個是在品種的改良 但這個在科學上 科學上是做得到的 絕對做得到 而且是在這種 譬如說大數據的研究 情形下 每一個地區適合 什麼樣的品種 它的多樣化 要到多大的一個局面 這個在科學上 都是做得到的 那這也是隨著科技的改進 那等於是不斷地在進步了 那對於栽培方式 除了品種以外 對於栽培方式的應用 現在最 實際上 臺灣也在推特 叫做循環式的農業 農業要能夠發展 它自己必須是一個永續發展的 那我們過去的一些副產品 農 農業產生出來的副產品 讓它再回到農地上來做應用 那自己造成的一個平衡 自然循環這樣的一個生產的一個體系 這個是現在發展的一個重點 我們不希望農業生產為這個社會 或者為自然帶來過多的負荷 那它自己設這個進步 然後可以把它放回到我們的生產體系裡面 在紀錄片裡面有一個畫面 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樣 也會覺得一方面覺得 哇 科技實在是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那另外一方面也點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可能跟臺灣也會有點接近 比如說他指出了像在德國 德國這個工業化的國家 第一個人工很貴 所以我們曉得說德國其實過去長期以來都有 都有從這個土耳其過去的季節性的這種勞工 去幫忙 那勞工很貴 農地又有限 所以科技顯然就要提供一個幫忙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個脫穎機 是不是 他在那個田地上動的時候 上面還可以測那個土地裡面 是 蛋的含量 對不對 那這個意味是不是就意味著說 他就是所謂的精準農耕 是 用科技來幫忙 是 那精準農耕 基本上這個也是現在 我們一直現在社會上很重要一個問題 叫做智慧化 那我們現在推的像臺灣 現在的所謂的智慧農業 人家叫做農業4.0 那智慧農業中間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就是做精準化的栽培 好 但是臺灣這個 你曉得田地的面積基本上都比較小 也是可以套用嗎 同樣的 可以套用 過去是因為我們的一個是土地小 第二個是我們的人工還夠用 現在我們是土地小 但是我們的人工也少 所以幾塊小的這個地區 你如果把它做起來做一個集體 為了解決人工問題 集體操作的話 那你的這個工作的效率要提高 那所以你一樣 你要發展這個所謂智慧化的 這個生產的系統 那智慧化的系統讓我們的剛關心的施肥 農藥的操作 甚至水資源的應用都更為精準 那基本上一方面節省你的使用 一方面達到這個所謂循環利用的這樣的一個目的 所以這個這種智慧化的操作 我想尤其對臺灣是一個必須發展的一個方向 可是像德國這樣子一種智慧型的這種農耕的方式 如果放到像比較稍微比較落後一點的稍微貧困一點的其他的國家 比如說在畫面裡面常出現的印度或非洲的某些地方 他一樣可以適用嗎 操作方式是可以適用 但是他的成本 對他們來講 成本是會提高 會高很多 所以對他們 對他們來講 可能是一個進階式的 不是一步到位的 就是他可能是階段性的 慢慢地去走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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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反過 反過來說 我們一直提到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 或者這種智慧化的操作 那他也是一個商機 那像 像以臺灣這樣的一個國家 如果我們走到 能走到這個智慧化的操作 從工藝的角度來講 我們可以把這樣的技術協助這個比較這個開發中 甚至落後的國家 協助他們的農業生產的效率的提升 第二個 這也變成我們國家的一個智慧的資產 創造出我們自己的一個農業的這個新型的這個產業 所以這個是相輔相成的 我們怎麼去協助這些落後 或者發展中國家 我們可以用公益的方式 資源的方式 我們也可以用產業的方式 就是依照我們自己國家的政策 可以來達到這樣的目的 但是對我們來講 發展這樣的關鍵 對我們自己是關鍵 我們掌握這樣的一個知識的這個know how 才能夠 至少讓我們自己可以永續的發展 我在看這支紀錄片的時候 我自己的感覺了 作為一個主持人 我覺得說我們對於科技能夠改變這個世界 大概雖然說要有比較多的警惕 因為他可能有很多的副作用過去 我們從來沒注意 但是也不應該太過的悲觀 因為紀錄片裡面有講到一個sub1 耐紅稻米 你可以看出來那個基因改造的基改的這個科技 就真的幫助了 是 使得某些藏蟲淹水的地區 對 你的稻米的品種的改良 就靠這個基改 基改的科技來幫忙 好 但是今天我要再請教你是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開場的時候你就講過說 就整個地球的整體來講的話 糧食生產其實是夠的 那重要的還是一個配置的問題 好 既然配置問題就會牽涉到這裡面也提到的 就是所謂公平交易 對 我們有辦法來建立起一種比較全球性的公平交易的制度 使得某一些地區的農民 他們的辛苦耕種的果實 能夠透過比較好的交易 而不是被剝削的方式來改善他們的生活 或支持他們的生活嗎 那所謂的公平交易 在農業的機制上來看的話 有可能嗎 我覺得他可能還需要 尤其是像NGO這樣的團隊 因為一個農業生產 我常在我們的教育上也告訴學生 現在的農業 不只是農業 我們常講agriculture and beyond 剛剛我們已經談到從農業 談到生態 對 對 他跟生態是習近相關的 但是農業是供應糧食的 其實那個基本的關鍵在什麼叫糧食安全 糧食安全一個簡單的定義是每一個地球的人民都有相同的權利去獲得他所需要的這個營養 還有他所需要的食物 那從你從一個生產的角度看 提供再好的科技 但是在這個deliver 運送 提供到他能夠享受 他能夠拿到這個食物的過程裡面 他包括了一個社會經濟的體系 所以剛剛主持人提到那個所謂公平交易 怎麼樣從生產端到需求端 這個中間不只是生產的問題 如果要讓生產端的辛苦 他的這些用心 能夠讓需求端很平衡的 均衡的得到 這還要有我們的經濟體系 還有社會福利體系這些的幫助 那剛剛講的公平教育 在我個人的感覺 需要用我們最近講的社會企業 社會責任企業的這樣經營的概念 才能夠達到剛剛講的公平交易的目標了 好 所以節目的最後我想請教院長一個問題就是說 看完這個紀錄片 臺灣該有什麼樣子的一種自行呢 比方說我們該不該要有糧食自給率的一個定定 因為我過去也看過有些經濟學者說不需要 在一個國際貿易的年代根本不需要 那我們到底需不需要 第二個 這個紀錄片給臺灣人什麼樣的一種提醒呢 我們在臺灣 我們會有糧食的隱憂嗎 第一個 我想對臺灣來講 我們的趨勢可能跟剛剛我們紀錄片看到那個世界人口增加的趨勢是不一樣的 糧食生產的目的是供應人的糧食來用的 所以人口的變動是我們最大的一個因子 那從臺灣自己的人口的發展的情形來看 未來的五十年 很可能我們會少三百到五百萬人 三百到五百萬人減少這樣的一個前提下 我們的糧食自給率會發生巨大的這個改變 所以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我們來重新思考 什麼是適合臺灣的糧食自給率 從過去的三十幾 提高到四十 甚至到未來的五十 我們人已經沒有這樣多了 那我們還要不要維持這樣的一個自給率 甚至提到最高 這是第一點 跟人口之間的這個配合度 第二個 剛剛我們也談到農業不只是農業 整個生產體系影響到生態 這個紀錄片讓我們可以回想到 甚至審視到現在的臺灣的生態環境 能不能支持我們的人口的繼續發展 我想 雖然剛剛講科技都是樂觀的 但是科技也必須是謙卑的 我們謙卑的看到生態對糧食生產 這樣緊密的關係 我們必須去審視臺灣這樣的生態環境 必須在維持的情形下 才能夠謙卑的去維繫我們糧食的生產 我覺得這是一個 看了紀錄片 一個很好的提醒 現在就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好 非常謝謝盧院長 我想最後這段結尾 結論也提醒了我們 在看到這個紀錄片之後 我想我們終究還是要回到臺灣 來看待我們自己在這個全世界的問題裡面 我們自己所佔的位置 還有所面對的問題 我也希望今天這一個糧食競賽的紀錄片能夠給各位帶來更多的反思了 回到家裡 想想看吧 你今天晚上是吃了米飯 還是吃了麵食 其實這個選擇都 都意味著我們在糧食的這個上面 都出現一些你自己做的價值判斷 再次感謝院長 也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非常希望 這個